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五的下午 住在吉隆坡的来自中国的周年妇女Skara女士 正带着她的女儿们在穿肉串 上好的猪小腿肉及翅膀鱿鱿鱼 加入十三香 盐巴 糖 食用油等佐料 经过一整天的颜值已经完全入味 这是在制作Skara家乡路边美食烧烤 那么这大量的烧烤串是要做什么 它是要在吉隆坡开启新的炒串 明天的烧烤摊就可以开起来了 现在穿的是鸡针 为什么烤鸡针呢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烤鸡鸡为主的 但是马来西亚这边呢 单独的鸡鸡很少卖的 基本上鸡鸡是来自鸡干 买一大盒子再拿不出几个鸡鸡来 所以我们就烤鸡针 我的烧烤摊是明天开业的 明天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请接下来继续收看 来 悠悠和安吉拉来一下 小仙女儿两个 有啊 问你姐 哦 你们在帮忙打气球呀 来 小伙子 一米九的 时针转到第二天下午五点 在斯卡拉女士所居住小区的 业主娱乐中心 她和一帮邻居们开始固执场地 原来今天是她的大女儿 16岁的生日 她们准备举办一个烧烤趴 十年以前 当斯卡拉女士 35岁生日那天 她的先生曾经问她 余生有何打算 她说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过一种睡到自然行 想吃啥就吃啥 想旅行时候就被包直接走的日子 而当时和马来西亚做外贸生意的蓝先生回答她 这种蓝散的日子 只有马来西亚适合 于是在经过多年考察和积蓄以后 五年以前 她们夫妻二人带着三个女儿搬来马来西亚 而在这里 她们结识了一批和她们志同道合的朋友 并迅速结成九幼联盟 从此开启了吃喝玩乐 慵懒至极的无聊岁月 为了打发无聊岁月 她们用各种理由开趴 没有理由也会创造理由开趴 于是今天 借着斯卡瑞女士大女儿16岁的生日 她们又有了新的理由开Party 今天是借我大女儿16岁成人李搞事情 开Party提升世界的我们玩 东西没有特别准备很简单 因为我们之间都很熟悉了 首先是我要了一个皮盆 三文鱼是我自个儿切的 然后水果都是今天先买先洗先切的 今天派位行是以烧烤为主题的 我们一共有两份 一会儿是在面 点炭火的一下来都准备 一会儿是在里面烤的 然后像什么猪排啊 鸡翅啊 这个是自己穿的肉 鸡蒸啊 鱿鱿啊 还有豆腐啊 蘑菇啊 这个是等一下包露吃的 主要重要介绍我们的老虎虾 OK 在我们的马来西亚吃老虎虾 真的是非常的high 一公斤五十令吉罢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牛仔骨 准备是在这里 好的 OK Nice 我们的派对要开始了 Let's go 斯盖勒女士居住在吉隆坡满加勒社区 这里公寓的业住中心 从宴会厅 烧烤区 活动室 泳池 等等 各种配套齐全 通常小型party 大家基本都是在小区业住中心去办 也方便了孩子们的娱乐 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台球运动曾经风靡中国 在那个年代 留着沙马特发型的蓝先生 曾经混迹于各种路边台球摊 练就了一身台球绝技 并曾经靠其娴熟的技艺 赢得人生第一份肯德基 全家痛 然而随着后来慢慢不如社会 开始了他的赚钱大意 他忘记了这份技艺 一直到退休来到马来西亚 在业主中心的儿童台球桌边 他终于再展英姿 收了邻里们的孩子们做小弟 又开启了他台球一哥的生涯 一个多小时以后 party的主演会厅终于布置完毕 而几个女人开始进行点燃户外烧烤 所需要的炭 看似简单其实大有玄机 几经周折 当炭火终于燃起 宾客也基本到齐 这场party终于拉开了 让我在这里生活 本身的第一把火 对对 咱俩得一块吧 这个叫山峰点火 对山峰点火 你就像那一把火 哦起来了 起来了 起来了吗 咱要不要再放点点火石 可以吗 可以 太多了 有味的 你做什么呀 快跑 我去拿个牌了 有有有有有 怎么了 这个不行这个太细了 来我考你喊着号怎么办 咋喊啊 我不会喊啊 我给你放一段新疆音乐 我来我来 你喊你喊 放一段千夫带 千夫带 什么 不需要高大上的礼服西装领带高高鞋 这种日常聚会 这种日常聚会 邻里之间穿着随意 女士们随便一条裙子 男人们裤衩和衫夹带脱 这里没有名媛团 只有一群追求安逸生活的鞋 你吃的什么 它蜜花和三分鱼 嗯 吃两管齐驾啊 这个肉吧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最出名的三板头的 它的肉特别好 牛肉呢 是那个新西兰的牛仔骨 不加任何调料的 超香 生活在马来西亚就这样 幸福 资源无比丰富 所以我们的生活除了吃 就是吃 要找任何的潜力由来开爬 没有理由也要找理由开爬 搞吃青 我来翻译 还是我们的日本友人小谷先生 然后这是刘先生 他会说日语的 小谷先生吃的如何 你觉得呢 我手艺还不错吧 很好 不好意思 我们也没动 都是你一个人在忙 没事没事 今天我做冬奥主 下次我们集体A的时候 你们就要一起干了 欢迎光临 拍一下三位劳苦功高的爸爸们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都是干工作不顾小孩的 自从来了马来西亚三位男士都是负责接送小孩 带小孩带着溜溜的给他们点个赞 爸爸们觉得斯嘎勒同志今天的晚餐怎么样 太烦了 非常烦 好了 得到肯定我很满足很虚荣 我把他养到16岁不容易 今天给他过得承认你 希望你以后少气得我点多干点活 OK 我亲爱的宝贝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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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夜幕降临 吉隆坡的夜生活登场 仿似不夜城 这里灯火通明 而这次以斯嘎勒女士大女儿生日为主题的party 终于也迎来了她的主角 这个被当了一天工具人的大姑娘 一种淋漓欢唱生日歌 斯嘎勒看着比自己还要高尚一头的大女儿 兴奋之情 抑郁言表 孩子大了呀 可以学驾照了 从此家里的司机又夺了一个 老名问这一天 老妈大阿姨 给我出发了 先拍蛋包给尿尿 你们慢慢玩 我真的要走了 被破颜颜了一整天了 OK 这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 比较难忘又普通的一天 借着一个生日蛋糕 甜蜜的生日蛋糕 祝福大家每一个人 生活甜蜜快乐 无忧无忧 在马来西亚当闲鱼的岁月 漫长无聊 且已然没有了梦想 生活也只剩下用来陪孩子们长大 和吃喝玩乐 再无其他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